那一個 這個 喔 這個 這是會斷的 剛剛好像很多人用這個 但我用很慢 那試試看 不行的話 按這個按鈕 OK 謝謝 先說一下 就是今天的那個 presentation 我有丟在Coast Club給的 共筆的最上面 所以按那個連結 應該就可以下載到 好 那 那我們就 就開始囉 好 這場 這場 talk 那時候講 就是在 那個簡介上面說 分三部分 那我後來寫一寫 就變成四部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就是寫成是最難三件事 就是 Invalid of Cache 跟那個 最難的兩件事 就是Invalid of Cache 還有命名 還有Off by One 好 那 這場 talk 主要要講的是 就是 我們在講 Elixir的時候 我們通常在講些什麼東西 因為 這個範圍 其實非常非常廣泛 這樣 那剛好今年 2022是 Elixir的 十歲生日 所以我們現在就 用 不同的面向來 看看 所謂我們 所謂我們 所謂我們聊 Elixir到底是 是 怎麼一回事 喂 好 好 好 然後呢 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大概在幾乎所有的地方 都是用 泰安書 這個 這個 ID的 然後呢 我是Elixir TW的 co-organizer 那雖然 因為疫情 再加上大家都忙的原因 這個東西 現在很 inactive 但是我 我promise我最近會做一些事 這樣 然後我當過三年的雜誌編輯 然後 喜歡 寒素食語 一開始是學Ruby的 然後 後來 就是因為跟 Dave Thomas跑去吃熱茶 然後就洗腦我 這樣 那我就只好來寫Elixir 這樣 然後寫一寫又跑去寫 就是因為參加的那個 FloLock 就開始寫Hasco 這樣子 然後呢 我也在五倍 教過JavaScript 教了大概五六屆 然後所以我 稍微可以寫一點 Ruby 跟JavaScript 跟React 這樣 然後呢 我有已經停業的 生養的過期的 SEG執照 所以大概 大概就知道 年紀大概是多少 然後最後呢 我在那個IT IT Home的鐵人賽 上面寫了一個 異世界小說 那是稍微 有點亂搞 但是 我要先講 我那裡面每一個 那個quote都是我最得意的 我每次寫那個文章 一天大概花兩個小時 想那個quote 到底是 要怎麼樣把梗插進去 這樣 好 想問一下這邊的人 就是 好,講完我自己 我想了解一下你們 就是 你們在進來之前 就聽過Elixir這個語言 可以舉一下手嗎 所以還是有些沒有 有看過這個 survey的人 可以舉一下手嗎 我想要花一點時間 雖然時間很不夠 但是我還是想要花一點時間 講一下這個 survey 我看到是什麼意思 就是首先呢 在這個Elixir 2012的 survey 它有兩片 一片就是 你寫過這個語言的人 分成喜歡的去投票 跟不喜歡的去投票 然後算出一個比例 第二個區塊是wanted wanted就是 你從來沒有寫過 但是你想要學的這個 然後呢 你看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language這邊 Russer是第一名 喜歡跟不喜歡 Russer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Elixir 然後呢 一直往下 Hesco大概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下面中間畫的那條線是Ruby Ruby大概是喜歡跟不喜歡 各佔50% 好 然後再來呢 這是 剛剛這是language 然後這是framework framework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看到 就是 大家最喜歡的 喜歡的遠高於不喜歡 就是Phoenix 就是Elixir用來寫web的framework 然後我想特別著名的一點就是 最底下是angular.js 大家痛恨 不要說痛恨 我們不要用這麼重的事 大家沒有那麼喜歡的framework 是什麼這樣子 然後我們最近在做的那個專案呢 剛好是把一個從angular 其實是angular 不是angular.js angular大概在下面三分之一的地方 把它換成Phoenix的專案 所以我們團隊的隊員在心理健康上 取得了重大的進展這樣子 然後呢 接下來這邊是pay pay的話就是 它就是統計說你協會生理員 然後薪水最高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就是前面百分…前十高的 就是收入前十高的只有夠 之外其他全部都是functional language issue 的東西 可以齁 詳細的數字請自己去看那個 然後 Alyxia大概在第四跟第五 然後在framework的部分 的pay Phoenix是最高的 第二是Ruby on Rails 然後那個 就是angular跟JS 都在滿下面的地方 但是…但是 仔細看這個 當問到說 你從來不會寫這個語言 但是你想學的時候呢 Alyxia在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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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然後呢 如果是framework 可能呢 等一下 Phoenix也在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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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大概這裡 倒數第五 連angularJS跟angular 都比他還要高 所以你們是m嗎 我只是想學的 我覺得那個第一是說 Alyxia跟Phoenix 身為一個其實已經十年的框架 學會的人對他滿意度都很高 但是沒有聽過的人 其實不太想學 為什麼? 找不到公眾 因為你去找他看1010的時候 有Alyxia或是Binny的公眾嗎? 抱歉沒有 好 那我們快速講一下 就是什麼是Alyxia 然後生態系 我們這邊在幹嘛 然後我們在聊他的時候 所以大概是整體的部分 好 等一下 好 那第一個就是什麼是Alyxia Alyxia Alyxia基本上是剛剛講的 就是從2012開始 第一次release的一個語言 那他的創作者是Joseph Valium 是Joseph 是Joseph 因為他不是Joseph 是Joseph 因為他是巴西人 所以那是葡萄牙丸 然後他之前是reelscore team的 member 所以你這邊的語法上面 就是可以看很重很重看到的 看到那種就是Ruby的影子 這樣子 然後他當初做這個原因 是因為他想要有 他大家都很喜歡Ruby的語法跟生產力 但是他在即時性跟平行式運算的時候 其實是有巨大的問題 那這個我們大家會看到 也跟之前隔壁幾間的演講有關 好 然後呢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壞掉了 好 我可以直接開圖片給你們看 圖片大概是講這樣 他講的是說 我們那個時候做了一個Alyxia的compiler 但是他compiler之後 會變成BIM的bycode 然後那個BIM就是 所謂的Earlane的virtual machine 所以他會直接跑在virtual machine上 所以 Alyxia跟Earlane一般來說 在核心上面 就是想法上面 你在寫的時候觀念上面 都非常非常像 他的執行的速度也不會差太多 對 那所以很多時候在講生態系的時候 Alyxia跟Earlane通常都會一起講 這樣子 好 圖片壞掉了 好 那Alyxia其實講難聽一點 那個時候 就是大家會覺得其實他只是一個Earlane的語法 寫起來很愉快 就是比較像Ruby 然後做到各種Earlane做的事 那為什麼要Earlane Earlane是1986 就是大概30幾年的老語言了 然後語法有點可怕 因為他之前是借鑒於Prolog 然後一開始是為了電信公司做的 那電信公司有很多電信公司的要求 所以他有一些非常非常有趣的特性 例如說他的Stream是List of Integer 他只有後來的BinaryStream才是真正的Stream 然後 所以大家去找寫Alyxia的時候 通常都會踩到那個坑 就是AlyxiaStream寫了 然後就炸掉了 因為你寫的語法不對 那你上網去查AlyxiaStream 他就會給你一個吉他選的牌子的那個 好 然後呢 他一開始講求的是Fault Tolerance 就是DeadHax應該是重點之一 然後跟Concurrent 就是可以大量大量的運行 因為你在用各種網站 各種網站會跟你說 我們今天網上要維護 或是剛剛說我們要消毒 請大家滾出去一下 我兩個鐘頭之後再回來 但是你在用中華電信打電話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跟你說過說 我們因為中華電信的系統要更新 所以大家這段時間 連緊急電話跟119都不能打 這件事從來從來沒有發生過 但是中華電信裡面 其實還是有在更新他們的Call 那為什麼他們做得到這件事 就是因為Elan有一些特性 叫做Hurry Load 就是我的程式在跑的時候 如果你之前做了夠多的基礎建設的話 你可以在程式還在跑的時候 把你的更新Call放上去 然後還在用的人繼續用 只要他沒有因為Bug當掉 你就繼續用 用到你掛斷電話 再Call下一通的時候 就是用新的Call 那可以查查看 網路上有一個叫做Elan 那當初他們宣傳Elan的時候拍的 所以是很古代的影片 就非常有趣 那你如果你看到 看完Elan的Movie 又看到Elan的Movie 2的時候 那你就會覺得 那是後來有人做的二稿的版本 然後滿有趣的 就興趣可以看看 然後第二個是 我這邊沒有放上來 就是有一個人做了一台無人機 然後裡面寫Elan 然後他故意在那個無人機裡面寫Bug 所以那一台無人機會飛飛掉下來 飛飛掉下來 然後他在那個 無人機還在飛的時候 就把新的Call傳上去 然後那一台無人機還在飛的時候 就把自己修好 所以literary 就是fixed by on the fly 對不對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大概知道Elan跟Elyxia的關係是什麼之後 那我們可以聊一下Elan的生態系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這邊先講一些 因為這是一個很新的語言 2012就做出來 所以他的tourchain跟officialmaintain的東西非常非常完整 像mix 就是所有的release啊 然後downloadpackage啊 還是幹嘛幹嘛 然後test 你就是一路mix到底就對了 所以我們就不用像某個語言一樣 一直重新發明bue2 大概現在第四個還是第五個 然後有xvm 然後有unit test跟duck test exunit就是做測試的跟文件 這等一下會看到 然後還有一個療聖與無的dialyzer 就是他製作scept type checking 這跟習慣hasco typing的人不太一樣 他是說 像hasco是說你的行別只要有機會錯誤 我就不讓你編譯過 然後dialyzer是說只要你有機會對的話 我就會放你行李 但是如果你怎麼樣都沒有辦法成功的話 那我就會在那邊握你 那說治療聖與無 我在還是在最近的production 被他救過三、四次這樣 就因為我砍掉某一個東西 他的那個argument type不一樣 他也是會給我一個握你這樣子 好 那這是build-in的部分 那web的 就是其他的生態系裡面的東西 主要還有幾個 第一個是web web是我們講的phoenix 那phoenix就是他的web library 然後他裡面一開始 因為一開始就是想要解決平行化的東西 所以他就給你channel channel就是web socket 等一下我們就會馬上就會看到 然後第二個呢是liveview 是大概2018有出現的 然後我們最近都在寫這個 等一下也會看到 然後非常酷 然後跟著出現dashboard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appsense appsense是做graphql用的 library 那巨文跟那個golan給的graphql library 大概差別就是天堂跟反人類之間的差異 這樣子 好 phoenix phoenix是web library 然後一開始很像rails 但後來修掉了裡面幾個很核心的問題之後 就越來越不像 然後這邊有一個剛剛講的就是phoenix channel 就是他的web socket 那在phoenix出現channel之後 然後後來大概rails那邊也想說 那我要這個功能 然後所以就是我也做了一個叫做action cable的東西 那web socket的好處是說你的程式 你的那個server端可以直接 一旦你們的連線建立好之後 不需要每次都從瀏覽器發出request 而是可以直接從server去推送內容給前端 那那個時候他們就christ mccall 就是phoenix的作者就有點過分 然後就是他用rails action cable去做了聊天室 然後同樣用phoenix channel做了聊天室 然後放在那個digitalocean的一個16核的機器上面 然後他們測試呢是就是rails action cable在9間房間 然後1800人的時候做broadcast broadcast就是server送訊息給所有的user 然後呢總共1800個user 然後總共花掉了32.7秒之後就發現已經開始掉訊了 就是1800個user已經有人接不到訊息 然後呢phoenix channel 他們用了275間房間 然後總共5萬5千個user 那之所以是5萬5千不會繼續加上去的原因是因為 那他們用來測試的那個cham library的極限 然後5萬5千個user總共花了0.13秒 平均0.13秒就broadcast完了 所以教訓是 Asian cable跟它後來出現的hardwire 在做小東西的時候非常非常適合 很有趣,謝謝很快 但是如果你要拿來做巨量的production的 就很多人進來的東西的話 那可能要知道這是一個類 因為Ruby Unreal是在concurrent這部分 就是它牽身比較弱的部分 因為它有那個Global Interpret Lock 然後呢接下來就是Phoenix Live View 那Live View的話就是之後他們在channel上面又包了一層 所以你就可以在HTML那邊寫的有點像是view那種 那種tag的東西 就PHX Click Something 然後你在前端那邊做的所有的事情 是直接丟到server site去處理 然後server site解決完之後 就直接用透過web socket丟到前端來 丟到前端來 那這個示範就是當初2018Christmas Code做demo 就是你看到那些彩虹其實就是一堆DIF 是強制從server端就是一直往前端推 然後每秒大概推了就是80個DIF 然後它就會一直跑一直跑 然後跑起來順 對 然後呢 對,這是web那邊 然後再來就是IoT IoT最有名的就是Nerf這個project 那Nerf這個project就是你可以在Recipery 我們先講好說我們要寫一個Alyxia的project 然後這project會放在一個叫做Nerf的project裡面 然後它們兩個可以是分開的 然後它最後會幫你compile成一個binary 然後就直接丟在ReciperyPy上面 這個ReciperyPy上面 甚至連作業系統都不需要有 就直接把那個做好的binary灌上去 然後它就可以跑了 它就可以當作Earland的machine在運作了 那最有名的案例就是Fombart 那這個可能因為時間關係 可能就大家去Google上面找 Fombart他們就做了一台農耕機器人 然後它的最核心的那塊是用Alyxia寫的 然後再用Alyxia去控制底下的Arduino的各種 有的沒有的零件 然後它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它會用camera去照你 你要給它幫它把軌道跟照相機跟水管什麼 有的沒有叫好 然後它做的事情就是你跟它說我在哪邊要種葡萄 然後哪邊要種葡萄是樹上的 抱歉 那邊要種紅蘿蔔跟洋蔥跟什麼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是它就會預測說這個東西長大會有多大 所以多遠之外不能有多近之內不能有東西 然後它就會用camera去掃它說你的濕度夠不夠啊 然後就是溫度夠不夠啊水分夠不夠啊 然後如果附近掃到像是雜草的東西 它就會出一隻雞手被把那個雜草塞回土裡 讓它死掉這樣之類的 其實看那個影片很酷 然後呢接下來這塊是我比較沒有碰到的部分 但是我相信這是整個Alyxia的社群 特別是Joseph and Liam那些人現在一直想要推的方向 因為三號看起來他們不太想要讓Alyxia跟Phoenix又只能做Web這一塊 所以他們一直想往IoT跟Machine Learning這一塊推 所以他們就做了NX 其實基本上就是有點像TensorFlow那樣東西 然後EXLA讓它可以compile在GPU跟TPU上面跟一些零碎的東西 但是這一點我完全在我的工作上面也沒有碰到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General General就是Atole是我最喜歡最喜歡的 號稱不是ORM的的話 等一下會看到 然後在Livebook Livebook是有點像是Jupyter那樣的東西 然後有Integration 就是例如說像我們有AeroPro跟Expo 我們可以把一個Python或是Ruby或是JavaScript的程式碼 然後丟訊息給它跟它接訊息 然後也有可以做Rust的 像那個Discord Discord用了很多很多Elixir 然後他們有時候有一次要解決聊天室的問題 所以就用到了Rust去用 就因為他們有一個聊天室人數的計算 因為Immutable關係所以會非常慢 然後他們用Rust去解決這樣子 然後剛剛講的PopT Testing 我們也有這個東西 然後Concurrent大概是今天第三、第四段的重點 好 然後Atole寫起來大概像是這樣子 就是我前陣子才在Facebook上面跟人家聊 A...是嗎? 是嗎? 喔 Active Record的缺點 的地雷是什麼 對 然後 在Atole的話 基本上它其實就只是一個 Repository Repository Pattern的Query Builder 所以你在那個Sequel上面想得到語法 基本上都可以用這個組出來 而且組不好的話 它會噴Warning給你 就是你不用再寫Rust的Sequel了 然後接下來你也可以直接用到那個Relationship 像第三行的那個Preload 就是HasMany跟HasOne 或是BelongsToNo Relationship 一旦設定好之後 你只要Preload 它就會全部都進來了 然後 底下還有一個像這邊有一個叫Fragment 就是有時候那種ORM或是那個Query Builder 你常常會踏到某些邊界 它想的沒有那麼多 它設計的那個DSL語法 沒有辦法做到所有Sequel語法做到的事情 那Fragment就是說那一段的話 請你直接把它當作RAW的那個Sequel語法塞進去 所以它就可以很漂亮的跟外面的DSL拼在一起 然後組出各種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這件事情讓我寫Web Framework的 就是愉快感大概提升10倍到20倍 就再也回不去 好 那再來就是進入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當我們說我們寫Alyxia的時候 我們大概寫什麼 那這一塊可以順便一下 剛剛問上一節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一塊的話 我們會主要在講說 我們在寫學Ruby的時候 學JavaScript的時候 我們通常一開始心裡想的都是 都是Synchronize的東西 我們現在想的是 只跑在一顆CPU裡面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的話 我們自己的經驗是 我們抓一個 學了大概兩年 就是JavaScript或是Ruby 有JavaScript或是Ruby的經驗而來 然後在Train大概兩週到一個月之間 他基本上就會做到 他之前在Synchronize Language裡面 可以做到所有事情 當然Synchronize是之後再所有的事情 但是至少在那個時候 他就知道說這個東西要怎麼寫這樣子 那所以Train人的成本不會很高 而且大家寫完通常就是回不去了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語法 語法的話一開始就是它很Ruby風味 就看起來很像Ruby 只是什麼東西後面都多加一個度 所以很多東西你去查說Ruby怎麼做 然後把那個答案炒過來 然後加一個度 有時候大概十支五六就會動 然後再來就是只有語法很像 因為到後來的話 當你發現說它是immutable的 然後它是沒有object這種東西的 然後就是Function as first class citizen 那你就會慢慢地去適應說 Functional到底是怎麼樣 為什麼寫起來很愉快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很棒的起點 然後接下來就像Ruby說 他說的東西都是object一樣 那Elixir也有這種宣稱 他說我所有的東西都是expression 就是我每一行 每一行基本上只要 就是由語法的區塊 基本上都會回傳值 這等一下稍微可以表演一下 如果有時間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說discount等於什麼 然後我們後面直接接if 那在很多像JavaScript的語言裡面 if通常都是會是一個statement 它本身是不會回傳值 但是在這邊是可以的 然後連什麼switch case還是什麼 等下都可以直接往下pipe到別的東西裡面去 然後PipeRotrator相信 這剛剛也有講 上一條一條 就是說其實你像我們都會這樣寫code 就是說我們要generate request 然後把URL丟給他 然後拿到一個request 然後再把它丟給response 然後拿到response 然後再把它丟給passbody 但是你仔細看看 其實你最後想要只是HTML 那個變數而已 其他你都不想要 只是為了方便閱讀寫出來的 沒有錄用 所以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就是一行解決 但是這種語法只有 這種語法只有顯Lisp 稍微有點喜歡 但是一定要播美國 我等一下要先講 我沒有要歧視as expression 然後再來就是 同事就會request change 然後所以其實你就只要把它寫這樣就好 就是它會把上面的那個結果 當成下面那個韓式的第一個傳說傳進來 所以就是要一路派文下去 然後看起來很愉快 然後這邊因為有HTML 所以它是插在前面當第一個韓式這樣子 但是對於學has code的人來說 其他就只是反過來的 function composition 所以你只要import data function 你就有這個東西了 就可以end end在這邊 所以你就可以一路end下去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各種 functional programming language 都有的pattern matching 你在寫Ruby的時候 可以像最近前陣子那個es6 有那個destructive assign 就是JavaScript 然後Ruby在很早也有這種 就是把一個結構拆開來 然後把裡面的變數指派到不同的地方 但是它裡面藏有地雷 因為它是mutable的 所以你把XXY 就是指派 就把1,2,3指派給XXY X會先被指派成1 再被指派成2這樣 對不對 然後2lan就會說你是騙子 這X龍可能又是1又是2 所以它就會給你match error 說這沒有辦法辦 數學上沒有辦法辦得到 所以只有你是XXY是113的時候 他說這個duable 然後就把X綁定成1 然後Y綁定成3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做一些很炫炮的事情 就像底下的tuple也可以做pattern matching 然後更過面的pattern matching 有點像是這樣 就是我有一個HTML 然後它有head跟body 然後head裡面又是title跟meta 然後我們在寫一個function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寫一個pars的function說 我一定要有head 然後也一定要有body 然後接下來head一定要有title跟meta 然後meta的值是什麼我不在乎 但是你一定要有meta的key 然後那個 我覺得這語法好像乖乖的 沒關係我只要在修 然後你的body就可以當做body 那一旦這樣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然後接下來你的title還要是beat stream 就是它要是自串 然後你呼叫那個pars 如果成功的話你在這個body裡面 你就會直接拿到body跟title跟head跟html 這些結構 就是一次幫你檢查並且綁定變數 就是一步做完 那如果失敗呢 它就會掉到下面這個 就是something won't run run 這邊 那這寫起來的話 就是稍微節制一下 不要在上面塞太多東西的話 其實會讓程式的表現力非常非常強 這樣子 那hasco全部都有 比這bam的多 這邊就只是講說我想要呼叫 就是把html丟給pars這個韓式 然後它的值就變 它的值就變 沒有 它就是pars是韓式 然後呼叫把html當作argument 然後你前面還要想辦法去接它 然後這裡面可以接做一些事情 然後接下來就是function as first class citizen 就是你的function是可以當作值的 是可以當作參數 可以到處亂丟的這樣子 那最近用到 在我們寫我們程式的時候 最近用到一個很常用的小技巧 就是說當action是create的時候 那我的那個upset function就是post.create 它只接收一個參數 那如果我的action是edit的話 那是update 但是你要把原本的post 在看不到的地方丟進來 那這邊這個語法就是做成partial application 就是我們先把post丟給 然後M1是接下來還沒接到的那個參數 那上面這個就是不再多包一層了 我直接把post.create 直接一個參數這個function 當作值丟進來 然後就是往外丟 然後接下來就會match到next action跟upset function 那你接下來就可以用next action去做validation 那如果成功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呼叫upset function 他會依照不同的action去做該做的事情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呢 語法最後面 就是讓elixir遠勝於erlan的部分 應該就是這個macro macro的話就是在講meta programming meta programming 也就是說你寫的程式碼 是可以處理程式碼的 或是生成程式碼的 那 基本上我們這支應該可以表演一下 好 還有多少 47 沒有很多了 那就跳過了 抱歉 你收支點 什麼 收支點 好 好 那沒關係 這個我們表演更酷炫的東西 好 當我們說1乘2加3的時候 這是一段程式碼 但是我們把它丟進quote do的時候呢 他就說我不要跑這程式碼 我先把它解譯成abstract syntax tree 然後接下來他會把這個abstract syntax tree 就抽象語法術丟給你 所以你就可以對這個抽象語法術動手腳 那因為抽象語法術它是用tuple來表示的 所以最前面是那個function 然後中間是它的environment 然後第三個就是它的argument 那它的argument裡面有可能有另外一個abstract syntax tree 那你就可以去處理它 然後當你把這個東西當作資料在操作 就是你可以把加都換成簡 或是什麼東西都換成什麼東西的時候 最後再組成這個abstract syntax tree 還給他說 這是我組完的abstract syntax tree 你跑它吧 那他們當初就 Joseph Valian在做alixir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花了大部分時間做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大概在佔 我看alixir的source code大概10% 接下來呢所有的alixir 都是用alixir自己在寫的 因為對它來說 所有的東西都是處理abstract syntax tree 然後把它轉成另外一個東西 把它丟出去 所以如果你想要投明年的cost cup 就學alixir 然後看它的source code 因為它的source code也是alixir 所以非常愉快 就馬上就可以生一篇talk 然後呢 我那個時候做了一個東西叫做pipe2 那當然1.12之後就有更棒的內建的方式代替這個東西 但是我那時候想要做的事情是 剛剛大家講就是我pipe的時候 都只能pipe到第一個參數去 那如果不是第一個是第二個第三個呢 那所以我就發明了一個叫做波浪符號大於 然後我後面在這邊可以宣告說 我這邊有一個底線 那你pipe就是pipe到這個底線的地方 那我就寫了一個macro叫做left波浪符號大於right 那接下來我在這個裡面拿到的left跟right 就是兩塊抽象語法書 所以我就只要在資料面上面 處理這兩塊抽象語法書 找找找看有沒有誰在那邊偷塞底線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它的index要塞在哪裡 然後再偷偷把那個index把那個底線拔掉 然後在pipe的時候換回正常的pipe 但是給它一個index 就是我們知道它傳到哪裡去 就做出這個東西 那寫… 強烈建議大家試試看 如果你沒有寫過就是macro 或是這種metaprogramming的話 就強烈建議試試看 因為你會覺得自己跟神一樣 你在發明一個全世界 全新的世界的規則 但是… 就是metaprogramming就是資助人法則 就是能力越強 就是責任越多 所以… 我們之前有寫一個metaprogramming 不是我寫的 然後我們debug抵了半年 才知道它的bug 因為它一直噴錯誤說 哪個function呼叫的argument不對 但是那個function從來沒有出現在我們的code base過 因為它是後來才生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 Synchronize things 最後一個就是duck test 那剛剛上一個堂也有講到 duck test就是大家都不愛寫文件 對吧 大家都沒有那麼愛寫測試 為什麼 因為文件會過期 寫了要一直改善翻 然後呢 那個Alyxia的 當你在這邊寫duck的時候呢 你在… 就是三個quote 底下就寫macdow了 所以macdow語法通通都可以用 然後你在寫的時候 就是用macdow的語法 然後底下可以用example 那example的話 底下可以放程式碼 對吧 然後我們就寫一個is even 然後如果是… 就是可以被零整除的話 我們就回傳true 這樣 然後我們這邊故意的 就是讓它num is even 是one的話是true 故意的 然後呢 當我們寫了這樣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剛剛的那個ex doc 直接把這個文件伸出來 然後下面有非常非常漂亮的程式碼的那個範例 可以喔 看得到嗎 它不讓我放大 欸 我等一下 我有一個 好… 好… 它下面有漂亮的程式碼的範例 然後左邊有搜尋 然後還有什麼的 都幫你做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你剛剛的那個example 是程式碼的話 你可以在測試那邊 標一個duck test 然後你去跑test的時候 它只會… 如果是錯的 它會爆掉給你看 可以喔 所以它是… 它的文件本身是一個 如果裡面有程式碼範例的話 是可以跑的程式碼 這是三位一體 就是你的code 跟你的文件 跟你的測試 是同一個地方 好… 好… 那這些都是內建 然後就講最後一段了 就是當我們講 concurrence的時候 我們在講什麼東西 首先先講 雖然剛剛講就是 0.13秒很快 然後就是 把reels換成 alixir 或是phoenix 就可以幫你節省大概四倍的 是… 把你的AWS 機器的resource 出於四倍 但是真的要記得 這兒鏈跟elixir 真的不是很快的語言 他把他絕大部分的精力 放在做for tolerance上面 然後他們講的是 先有for tolerance 我們才有辦法 好好的concurrence 那這是我覺得 其他語言 比較缺乏的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 我們在elixir裡面講process的時候 他並不是在說system的process 我們知道在做平行的時候 我們的系統裡面 有process跟stress可以用 process是記憶體隔離 但是很重 然後stress是共享記憶體 但是很輕 然後erlen跟elixir在講process 他們在講的是一個用stress 但是不共享記憶體的東西 然後很輕量 然後你的一個系統 跑起來裡面有數萬個到數十萬個process 都不是什麼很奇怪的事情 那時候Chris McCall 在給presentation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做到了讓Phoenix 可以接收五百萬個concurrence 就是一台Phoenix server 可以接收五百萬concurrence request 這件事情 然後當場被Joe Armstrong 就是erlen的那個作者吐槽 說在erlen alicia世界裡面 並沒有一台server 可以處理五百萬個request這件事情 是我們有五百萬個server 每一個處理一條request 只是這五百個server 剛好不小心 待在同一台實體機器裡面而已 所以 他說的是 在五百萬個server 其實可以分佈在不同的實體機器上面 但是同樣在一個VM裡面運作 對 很輕量 然後你可以把它 如果你寫Rubia 或者是其他的object語言的話 你可以稍微把它想成你的系統 跑起來裡面有一大堆object 那大概就是那些object 那就是actor model裡面的actor 然後呢 你每一次像剛剛那樣子 spawn FNE 你其實就已經spawn了一個process 只是它算萬一 然後馬上就死掉了 但它形狀上面是長這個樣子的 就是 它身上有一大堆程式 那這些是pure function 那這些pure function就是 你呼叫把 你就是你把process丟 丟給這些function的時候 就會處理它 然後第二個呢 它有一個message box 所以所有的平行的訊息 都要透過message box來運算 所以 就跟人類一樣 就是我昨天早上吃什麼 你不問我 你是不知道的 然後這個東西如果你用 就一群人在一個環境裡面 大家一起做什麼事情 來想像的話 就是 Erlen跟Elixir的規則 是非常非常好理解的 然後最後是它身上有一個state 那這個state的話 就是它永遠 因為它一直keep在那邊跑 所以 如果你想要知道那個state的話 那其他人就是要問它 這樣子 好 當我們有了這個process之後呢 可惡為什麼我的那個一直爆掉 好 然後呢 scheduler 好 當我們有process之後呢 我們就先模擬這樣 一個大方框框是bim的vm 然後上面一個圈圈都是 我們做出來的process 然後呢 底下綠色的那排就是scheduler scheduler的原則是你的系統裡面有幾顆CPU 它就會生幾顆scheduler給你 那這scheduler負責上面的process 每個人可以跑多久 所以scheduler當你發現說 你這個process跑太久的時候 他就會把你丟到旁邊去 說你等一下再來 然後就換其他人進來 好 那 這就會講到就是 惡戀裡面最核心最核心 大家想要講的東西 他說 所有的bug分成兩種 一種叫borebug borebug是確定的 你只要去呼叫 他就會每次一直一直一直跑出來的 另外一種叫做heisenbug heisenbug就是複雜的條件的組合 跟奇怪的時間點 跟各種各式各樣的東西 偶而會發生一次的東西 所以他說當 其實比較難debug是heisenbug 然後接下來呢 如果你發現就是 developer試圖在code的各個地方 去試圖塞一些印出來什麼東西 然後發現就是一無所獲的時候 這通常都是heisenbug 然後兒鏈的哲學士 沒關係就讓他盪 然後讓他盪的這句話 就是當然以programmer的自尊心來說 不太能夠接受 就好像你是開發火箭工程師 然後就跟他說 就是火箭如果壞掉怎麼辦 然後讓它炸 然後你就會被開除 但是你仔細想一想 火箭裡面 假設一個正常運行的火箭 它裡面有東西在炸嗎 當然是有引擎 它的引擎的汽油那邊一直在爆炸 事實上它不爆炸 我們沒有辦法前進 那這種講法有點太高空了 我們一定講另外一個 就是在加州火災的時候 然後就是假設中間 森林裡面燒起來了 我們怎麼辦 消防員有時候會採取一個策略 就是在那個火的外面的一圈 我們先行放火把一條通道燒開 那一旦我們隔離出來那個通道之後 裡面的那塊就讓它自己去燒 燒完了之後不會影響到其他的部分 那就是當我們知道 怎麼好好處理錯誤的時候 這個東西並不會成為我們的阻礙 那之所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剛剛講的搶蛋式調度 它的每個process 當我們剛剛舉的例子 就是process 2 是一個long running process 它就會跑很久很久很久 那scheduler基本上它會有一個東西叫做reduction reduction是說你這一支韓式裡面呼叫其他的韓式幾次 那通常大概是500 那500沒有很精確 但是原則上就是你每一個process 一旦進來CPU 我調度你的時候 你有一個ms可以時間可以跑 如果你一個ms之內跑完了 那就沒什麼事你就下課了 那如果一個ms還跑不完的話 我就會把你丟回破裏面去 然後其他就我抓其他人來跑跑看 那如果他跑得完的話那就讓他跑 如果他跑不完那就一樣丟回去 那過一陣子我會才把你撿回來繼續跑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個 首先我這邊先寫了一段很普通的 就是Alyxia的Phoenix的程式 那他講的事情就是sum 就是我想要把兩個數字加在一起 這裡 然後我這邊買了一些bug 這樣看得到嗎 夠清楚嗎 好 就是13的話會炸掉 然後如果是1的話 如果是n的話 我們就是tile recurs往下跑 那這10座很智障 就是我想辦法把它一直加加加加 加到你的那個from跟我的to是一樣的 可以齁 好 那我們就試著把它跑起來囉 IEX 好 我們先這樣跑 好 當我們把一個Phoenix跑起來之後呢 它就會長這樣 好的 然後我就可以說2 然後5 可以齁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些過分的事情 就是我們說observer 這個好像很下面是 我把它 OK吧 把它往上數 等一下 那應該好一點 這是observer.start 好 那就給我們一個很漂亮的GUI畫面 其實我們等一下在web那邊也看得到 等一下再示範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整隻系統的那個sum 等一下會講到supervisor tree是長這樣 然後呢我們可以看到它的load chart 就是它有多少 它的負載是多少 然後這邊呢可以看到比較有趣的事情 像我有10顆CPU 所以它的scheduler就有10顆 那我們開始跑的時候呢 它就會分配這個 但是呢我們要做 來做一件比較過分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把它關掉 然後我們要把它停掉 然後呢我們再把它跑一次的時候 我們跟他說你的scheduler只剩一顆給我 我只要一顆scheduler 所以你只能用得到這裡面的一個CPU 然後我們一樣說observer vr.start 然後去load chart 然後這時候去看 這邊scheduler就 真的只有一顆囉 我只用到一顆CPU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就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4、5 然後我想把這個 就可以看到右邊的那個就是load in 在跑 可以嗎? 然後呢我們就要做一件很過分的事情 比如說999999 我昨天試 就是999還是其實很快就跑完了 然後我們就要做一件很過分的事情 就是叫-1 然後就開始 然後就可以看到那個load in chart 就整個噴上來了 因為這時鐘很智障 對吧? 好 那這就是重點了 就是這個系統在跑 如果是Ruby跟go land的時候 你要怎麼解決 或是說這個已經是一個production的系統 你要怎麼處理 那在 如果你是用正規的release方法 release上去的話 你不需要做太多的前置動作 你就可以SSH這台機器裡面 然後用那個IEX Hook進正在運行的這台機器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做 假設我們這樣Hook進去了 O,C,S,S,S,D,L,S,D,L,List 我們這樣可以看到所有的正在跑的process 然後每一個都有它的pid 就是它的怎麼認得這個process的方法 那我們要 因為剛剛 所以我就 因為剛剛那個 所以我就把我想call的東西去複製起來 好 這裡 好 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我先把所有的process都list出來 接下來我想看說 你每一個processinfo裡面的reduction是多少 就是誰到底call了多少次 好 然後就會給我一堆reduction 那我們再稍微把它改造一下 就是我不光要看到你是誰 我不光要看到reduction 我還想要看到你是誰 這樣 然後呢 我們還可以把它enum.sort 那這邊因為要大於等於2 然後再來我們enum.take 然後5 欸 syntax error 為什麼呢? 我直接用copy的 我知道了 可惡 等一下喔 我可能不能那麼偷懶 因為它 我先試試看 我先試試看 好 processinfo and one list map 喔應該是這個 等一下 end要在這裡 然後呢 接下來我應該可以這樣 這樣 可以嗎? 還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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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對 因為 我稍微乖一點 好 好 這樣可以嗎? 這邊排一下 抱歉 技術性問題 欸 為什麼? 啊 process list undefined order n1 capture 可能 沒關係我們衝跑一次 然後 這應該會當掉 然後 讓它重來 然後我們再來-1 然後 這樣 真的不行 為什麼? outside of capture 啊 我知道了 沒有 那個 語法問題 啊 好 那這邊就可以看得到說 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跑reduction 最多的是 05580 這顆process 然後它的reduction call 這些就遠高於其他 所以兇手應該就是他了 所以 當我們說 把他pipe到list點 不要啦 我們 直接指他好了 就是 pid等於pid 然後 05880 然後呢 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 process.info pid 然後 給他一個參數 我們先說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 先說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們可以 pid x 等一下 先示範一下 這個人還在計算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另外開一個 就是 明明這個 等一下 我的那個 我的 兒鏈 ローチ 還是在爆表的情況 理論上他應該要爆表 對 他在最上面了 但是我的其他 這個人還在當調 但是如果我一直去開其他分頁 然後去計算的話 他是沒有問題的 其他人是會動的 那是因為剛剛那個一直卡住的人 他被搶戰士調度搶走了 所以他不會影響到其他人的運行 但是如果你的程式碼太多這種東西的話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Memory leak 對吧 就是你的程式碼 然後一個兩個三個 你其他人還可以做 但是你的系統會越來越慢 那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呢 可以 我們可以 process.ext 然後 pid 然後說 kill 就像是system裡面的kill9一樣 就是你把它殺光光 然後我們看一下 我想要 細劇性的 好 kill 欸 為什麼 破了 因為我評錯字 可惡 一段kill之後 馬上看到那個 就是Lowchart下來了 對吧 所以我們的系統 恢復即將愉快的運行 而且我們沒有用 就是其他程式語言 就是Ruby on Rails 或是其他的 就是你遇到這種狀況 你也只能整個重新開機 那你的系統上面 其實只有一個人 或是十個人 因為這種東西卡住 然後但是你有上百萬個正常的user 如果你承認到三百萬人的話 然後你就把那三百萬人當作 配帳品 一起拉下來了 那 Ellain跟Elysia的特色就是 他做出了這個 4Torrent的東西之後 你的平行式運算 就變得非常非常非常容易 因為你 你保證了 你的某些東西壞掉的時候 不會影響到 系統的其他部分 好 好 超死的 然後最後快速講一下 那 就是其他語言 你就只能說 很科技的說 Could you stop please 你只能最多只能做到這樣 那人家都已經當機了 他一定不會理你的 好 那 Concurent其實很難 他 Ellain之後可以做到這件事 因為他幫你包裝很多 有的沒有的東西 那 他這邊就是講說 我們為了把process 起起來之後 他要做很多很多後續的手續 你才能保證他 有這些性質 所以我們就有OTP 然後呢 Elysia跟親子教養 共同地方 就是第一個你要預設 錯誤一定會發生 然後錯誤的發生的時候 你環境要包容它 這樣子 然後其他都是Hysenberg 過去就過去了 但是不同的地方 是一個是 嚴重錯誤發生的時候 你可以把整批相關行為者殺光 另外一個不行 絕對不行 然後再來就是 然後再來回來一點點 就是對方巡弄復購民的新手而言 就是為什麼要把FORP改成MAP呢 那除了很酷炫之外呢 事實上 當我們把FORP改成MAP之後呢 我們在這三行程式 意識到兩個事實 就是FILTER跟MAP 這兩個東西 這兩行句子裡面的方式 是可以獨立運作 它沒有任何其他依賴 一旦你意識到這件事情 那兩塊就可以平行化 所以 就是我們說 我們排除掉不利跟順序 這些東西可以獨立運作 然後其他東西要等 所以我們就有PARAMOLEMAP 這個概念 就是你MAP之後呢 你的內容是丟給 Asynchronous Function跟Away去做的 好 然後呢 大概就是這樣 不是大概就是這樣 這是大部分的程式語言 可以進展到極限 那我們設想一個情況 假設我有100個工作 那我有4個工作 但是每個人25個工作 那假設這些工作 每一個的長度巨大的不同 就有些工作兩秒就完成了 有些工作就是耗費一分鐘 那會不會有些process 還在很忙的時候 有些process已經寫下來了 那這是後續的 Alyxia想要解決的問題 叫做Back Pressure Concurrent Back Pressure Concurrent的時候 他們一開始是用GenStage 在實作的 但是最後發展成Broadway跟Flow 這兩顆Library 他說的事情是說 我假設一開始 我有100個工作 我先每個人分五個 然後我身上Keep 80個 然後你們這四個人 誰做完的時候 會來跟我要 我再重新發十個給你 你每次做完工作之後 再來跟我要新的 那這樣就可以造成說 有些人很忙的時候 那你就先把 乖乖把你那五個做完 那你真的忙完再回來做 那閒的人就可以 可以好好地 製造每一個CPU的resource 那 Broadway跟Flow 這兩個的差別在於 視角不同 就是 Broadway的話 比較像是 Popsup 就是你有Publishers 跟Subscriber 然後你定義好 他官方送了四個 就是AWS SQS 然後那個卡夫卡 跟那個Ruby & Q 跟Google的Popsup 然後那你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 自己的Publishers 然後他幫你把後續的每一個Subscriber 應該要用哪些Supervisor去管他 誰死掉的時候 誰應該負責 shutdown的時候 應該怎麼辦 都幫你做好 對 這是八位 那Flow的話就是比較以資料為起點 就是Flow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我有一堆資料 那它會從Inumerable 轉成Flow 然後你再把它Flame Map 然後最核心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Partition那一塊 Partition應該下載 有時候你的一整個Flow的過程 Partition會下載多個 然後有不同的地方 那個地方下得好不好 就是你的整個Flow 跑完的 就是結果正不正確 跟速度快不快的核心 那Partition就會再處理說 我有一大堆資料 然後平行式運算 但是有些人可能會計算到重複的部分 或是我計算的結果 蓋掉你的結果 然後SumPout要想辦法合在一起 那怎麼下把Partition下好 就是Flow的核心了 嗯 好 那 Talk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那要怎麼繼續呢 就是我們的Facebook 跟上面有Slack 然後Twitter不太有運作 然後如果要看書的話 Programming Elixir 對初學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人 非常非常好入手 那如果想要講 就是很深入地看各種Elixir的話 可以看那個Elixir in Action 然後再往下的話呢 強烈建議參加FloLock 雖然今年好像有點來不及了 明天開始 突累 再等兩年了 好的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是歡迎發問 那如果沒有的話 謝謝大家 我們超時蠻多的 不過反正最後一場了 大家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有嗎 有嗎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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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問我 為什麼我用日常 好喂 要站前 就是剛剛你有提到啊 工作如果 有些工作太長 然後要分配給其中一個 process去處理的時候 他好像會有blocking的狀況 這表示Elexia的Tesk是每個Process都有一個自己的Job Queue 然後他就是沒有去偷別人的Tesk的意思嗎 應該這麼說 就是你的Scheduler把這顆Process撿起來的時候 因為你呼叫他的時候 你知道這顆Process知道他要自己做什麼事情 那他所有的東西基本上都存在自己的State裡面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只知道自己這個Process裡面的狀態是什麼 所以他就會把那個狀態繼續丟回他的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對,Job Queue裡面繼續跑那個結果 這邊的Process已經跨機器了嗎 對Beam來說 他是不是在同一台實體機器上不重要 所以他等於就是他拿到他就一直原地處理 他就不會再交給其他人了 是的,就是必須要做完之後才能出去 OK 可以繼續問 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邊有提到就是他擅長做Fold Tolerant 那他有提供怎麼樣跟其他語言比較不一樣的方式去達到這個目的嗎 第一個是剛剛我們示範到的就是你可以在Production跑起來的時候 用剛剛那些Tool 就是Process List 還是快速identify到我們想看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是像我們這一顆 剛剛謝謝你 耶 就是如果我們開Dashboard的話 他其實是可以看到你現在這台機器上面運作的各式各樣的狀況 然後他還有很多就是專門對於平行化處理用的各種Tool 就是讓你把它丟到你的系統裡面 然後再跑 當事情發生狀況的時候 可以用類似剛剛就是那個Terminal Hook的方式 快速找出 快速locate到你的Bug應該在哪裡 然後怎麼把它隔離開來這樣子 這樣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有,好,謝謝 謝謝 請說 解決4Torrent的部分就是ERLAN 就是他有,就是OTP裡面有那個supervision 就是這個是非常強大 就是因為它其實就是包含的就是 如果你process掉就是 就剛剛講到那個什麼可以kill啊 然後什麼 然後會重生啊什麼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在ERLAN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就是你可以看你要怎麼去 如果一個process死掉的話 你要是 就它就死掉了沒關係 還是你要幫它重啟什麼之類的 對 好,就是補充一下 感謝Cola 我可以再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因為時間關係 就是其實ERLAN跟Elysia寫到後來 其實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比較多在思考說 我這張supervision tree要怎麼長 然後那個supervision tree就是 綠色的supervisor 他只在乎說 我底下有幾個member 然後那些member正在做什麼工作 他有時候做的事情是說 我底下要五個member 但是如果有人死的話 他身上會有一個策略說 死一個叫一個 死一個叫一個 但有些人,例如說像綠色那隻很重要的話 那在上面的那顆綠色發現說 我底下的大頭目死掉 他可能就整批殺光光這樣 然後就再重新起一批 這是跟親子教授不一樣 對不起 剛剛還有問題嗎 還有人 但我們時間其實差不多 那接下來有問題的話 不如就直接來找江澤好了 直接在社群上面或是各式各樣找 對啊對啊好 那我們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江澤 謝謝大家 謝謝江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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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當一天的主持生日 對啊 有點累 辛苦了辛苦了 明天 早上我要八點多到這樣子 好 我也現在早點到 不好意思 好 好 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你 organize 這整個事情 是應該 排得再鬆一點 太趕 是 但總之就是 我覺得說能夠來 這個 有很多人問你問題嗎 有 有 其實 會覺得有點 改變 如果 會有一開始 想想辦法 後來就換一些 其實那個 那個 什麼 什麼 所以 因為 因為 因為一切都是地毀 沒有不是地毀 但其實就是發現不確定 的確的 很多東西是 其實看起來是完全不會遲到的 所以你們的stack裡面有 不會 謝謝大家 目前為止 基本上就是只有 就是我們有處理 這個速度很快 但是 有時候就很輕樣的 如果 會長久 每天的 就是盡量去 但是 它還是會有那種不夠完整的狀 就例如說我要決定一次 我要決定到比較快 就看情況 如果 就看情況 但是 如果 這個東西 會過自己的 層次 會 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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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議員 这个人是哪位